韩国粉丝因极度思念大熊猫福宝而在网络上发起了投票活动 希望能通过捐款和城市预算将其从中国重新租借回来 然而,根据中国大熊猫租借协议 大熊猫幼崽在4岁前必须回到中国 而成年的福宝已达到繁殖年龄,需要在中国寻找般 此外,考虑到爱宝乐园的场地限制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繁殖需求 若要租借福宝,需同时引进一只雄性大熊猫并扩建熊猫 这些现实问题使得短期内福宝重返韩国颇具挑战 福宝在疫情期间与韩国出生 他的到来为当时处于疫情阴霾下的韩国民众带来的希望和欢乐 成为许多人的情感寄托 尤其在他即将回国之际 引发了韩国民众大规模的告别活动 场面感人至深 尽管韩国民众通过实名平台提交了续租福宝的提案 并期待政府能与中国协商 但大熊猫的国际交流不仅关乎情感 更涉及复杂的外交关系及大熊猫保护政策 无论如何 福宝已回到中国 在家乡享受着宽敞的生活环境与事宜的繁衍条件 无论结果如何 韩国民众始终欢迎并期待有机会来中国探望福宝 见证他在故乡的幸福生活 那么 你们觉得福宝要不要租借给韩国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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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hood